Pay Google, turn on the string lights Sure, turning two lights on 一直覺得院子裡有 string lights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所以就著手計畫了要在後院裡裝燈 選了一個 Z 字型的裝法 裝燈最重要的就是 post 也就是那個負責沉重的桌子 前屋主留下了很多大桶子 裡面有很多土感覺是以前他們拿來堆費用的 我們決定用那些大桶子來當 post 的地基 學其他 YouTuber 的教法把中間挖一個生洞 然後把水泥灌進去 難道我就不能摔一把嗎? 開開心心的把燈掛上去後 結果發現整個崩塌 怎麼樣?拆了嗎? 拆 拆齁 這個感覺根本就沒有 吸住,都裂開了 一柱晴天 原來是因為在桶子裡的土太鬆了 水泥吃不住 這個步驟我們失敗過一次 浪費了不少水泥 後來又看了另外一個 YouTuber 的分享 原來要把土全部挖掉 然後整個桶子裡掛滿水泥 請了朋友來幫忙 終於把post弄好了 來拯救我過去製造的悲劇 超穩的 我手搖超大力的 很好很好 接下來就是掛燈 買了 Amazon 的 Streamlight Handling Kit 購買連結在下方資訊欄 這個 Streamlight Kit 裡面有吊繩 有 Zip Tie 有板手 有雙頭的 Handler 這個東西會建議安裝的時候把它轉到最鬆的狀態 之後掛好燈可以慢慢轉緊 把繩子拉直 還有多個螺絲鉤子 這個我是直接把它鎖進去樹幹上 和這個固定在 Post Town 的東西 最後還有這個很重要的把繩子固定緊的工具 燈的部分我們是在 Costco 買的智能燈 非常的好用 安裝方面也是完全無通 這個是 Streamlight 手機介面的樣子 它有很多本身的預設 有各種不同的燈光可以挑選 我和媽咪都很喜歡這個 Multi Setup 剛好很適合這個 6 月 剛好很適合這個 6 月 它可以多條燈連結 我們用了兩條 48 Feet 的剛剛好 晚上在自己的院子裡 徐徐夏日微風 愛愛庭院燈火 嗡嗡吸血蚊子 美 真美 嗠嗲嗚嗚嗚äs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